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有天安能走在路上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全部都变成 万花筒里面的世界史 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 你会觉得相当的恐慌 目前全世界约只有20个人 有这样的罕见疾病 英国这名叫做伯顿的女孩 她的状况似乎是最严重的 就算她闭上了眼睛 她眼前还是会出现那些刺眼 而且非常明亮的色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女孩们 大家好 我是我们这个 欢迎收看不明前面的 这个男生就是生命不可惜的事情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一生当中 都一定会经历的阶段 在疾病这个方面呢 每个人得的可能都不太一样了 有人一生中得到的可能就是 比较常见的什么感冒啦 或者是哪里什么样的出问题之类的 都很好医治 但有的人得的呢 那却是世界级的罕见疾病 可能与她相同的案例呢 不超过一万人 甚至可能只有各位输 通常得到这种世界级罕见疾病的病患 都很难得到根治 也就是她们很难痊愈起来 目前之前也介绍过一些罕见疾病 那有兴趣的人呢 可以照封面去搜寻 今天我们再去讲讲之前没有介绍过的 超罕见疾病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 跟汗有关 流汗的那个汗 一般人在运动时 或者是在忙碌时 或者是在天气热时 流下的汗 应该都是透明无色的对吧 只是说有人流的汗很臭 那美女流的汗呢 可能是香的粉红色的 屁啦 但是在印度有一名八岁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德巴马 她流的汗 颜色却相当的吓人 这一名八岁女孩 在2019年有着今年的4月 她开始全身上下莫名其妙的流汗 但是流出的汗 她的颜色却是血色 会流出血汗的地方 包括鼻子啦 眼角啦 眼睛周围啦 甚至是腿啦 都开始大量的流出了血汗 模样呢 是相当的吓人 这样的雷奇神秘罕见的怪病啊 让德巴马 既成了神 也成了巫婆 哎 此话怎么讲 我们先说说这个 让她成为巫婆 比较负面的来由好了 这其实是比较好理解 因为她的模样看起来 还相当的可怕嘛 症状一发作时 周边的人们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那些负面的想象 负面的谣言就传开来了 那为什么另外一方面 她又被视为是神圣的存在呢 这跟圣经有关 在新约圣经当中啊 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 她的心情非常的忧伤 所以她流下的眼泪呢 都化为一滴滴的血珠 她流下了血泪 然后低落在地上 当地呢 有一些人他们笃信的是基督教 就因为这个故事 他们认为 德巴玛 8岁的这个小女孩 可能跟耶稣有关 所以呢她就被视为了神圣的存在 好啦 不管她被视为是 好的还是不好的 这其实都有科学的根据 她罹患的呢 就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血汗症 她的原因呢 顾名思义 会形成血汗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她流汗的时候 这汗水掺杂了血液在其中 那形成血汗的原因 她的病因呢 到现在呢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搞清楚 那目前呢 也没有办法彻底根治 那大约每一千万人里面 有一个人会有血汗症 而德巴玛呢 就是其中之一 她每一天会发作 约偶字 而每一次呢 大概会有 10分钟的血汗 同时呢 她还感到胸口疼痛 希望她之后 可以很快的 找到解决的方法 然后好起来 再来要说的 是各位都应该听过的一个名词 它叫做 睡美人 是吧 是吧 谁没听过的 留言加一 我看看到底是哪一个人 这么没童年 梦境哥好好给你一个温暖 那睡美人 这名词听上去 诶 相当的梦幻 但是实际上 它发生的时候呢 却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困扰 世界上真的有 睡美人病这个病 不过它专业的名称叫做 克莱恩·莱文症候群 得到这种病的人呢 全世界目前还不到1000个人 现在呢 也几乎没有方法可以根治 这个俗称 睡美人病的病呢 有一点讽刺 实际上得到这个病的人呢 基本上都是男生 每100个得到这个病的人 有70位都是男的 所以她应该改成 睡帅哥症候群 这边举一个案例 英国有一个11岁的男孩 她叫做梅森 她从60岁开始 就被诊断出了 克莱恩·莱文症候群 她的症状蛮严重的 她常常一发病啊 就要几乎连续睡上好几天 当她发病时 至少每一天都要睡到超过20个小时 各位 你睡满8个小时 9个小时 可能就很难再继续的睡下去了 如果你是前一天 大战的相当激烈 至于是怎样大战 那就不好说 反正如果你是很劳累很劳累 那你睡超过十几个小时 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你每一天都要睡超过十几个小时 我相信那应该变成是你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每一次就是这样子 她的童年基本上都是这样度过的 不分白天或是夜晚 她一发毒就是可以一直睡一直睡 她到睡醒的时候 会出现另外一个反常的情形 就是拼命的吃 大量的静止 而且就算是她醒着 她也会像是非常没有睡饱一样 会拼命的打劲 而且看起来相当的疲倦 她一年约会发作十次 最严重的一次是连续六个礼拜 几乎都这样度过 所以她的美好童年 基本上都是在睡眠中度过 那台湾也有这样的案例 也上过新闻 当这个疾病发作时 这个男生会出现另外一些反常的情形 她会某一个欲望强烈的高涨 那偶尔护士来的时候 她还会突然就给她抱下去 实际上她其实没有意识 她是在睡梦中做出这次行为的 其实她自己也相当的困扰 还因此错过了很多重要的考试 接下来讲到这个疾病 可以说是 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 你会觉得相当的恐慌 怎么说呢 如果一天你走到路上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全部都变成 万花筒里面的世界石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眼前的一片景色 全部都变成是 紫紫蓝蓝的碎片 不断地在闪烁着 你会不会觉得相当的惊慌失措呢 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案例 事件呢 也发生在英国 英国有一名19岁的女孩 她得到了这个罕见疾病 在她得到病之前 她的视力一直都非常的正常 她所看出去的事件 跟大家没有不一样 但是在她发病的那一年 一切都变了一样 她看出去的景象 这种状态呢 跟木杰哥刚刚形容的一样 就像是电视机出现了雪花瓶一样 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雪花 碎片在飘荡着 这个状态呢 不太稳定 有的时候状况好一点 她可以勉强的辨识出物体的形状 但是还是十分的模糊 和十分的碎片化 而在最糟糕的时候 她眼前会出现 荧光蓝和荧光纸 两种颜色像云朵一样的东西 在眼前飘来飘去 让她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任何东西 这种情况几乎跟盲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她回忆说到 在得到这个病之前 她突然感觉到了 非常非常剧烈的偏头痛 在剧痛过后 她的右眼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眼前就出现这些 五颜六色的碎片飞舞者 那有医生根据这样的情况去推测 她可能得到的是一种叫做 顽固性偏头痛先兆的一个疾病 目前全世界约只有20个人 有这样的罕见疾病 真的是超级超级困扰病患 和医生们的 因为实在案例太少 他们很难做研究 而在所有目前已知的案例当中 英国这名叫做伯顿的女孩 她的状况似乎是最严重的 因为她严重到 就算她闭上了眼睛 她眼前还是会出现那些刺眼 而且非常明亮的色彩 目前这个疾病 跟刚刚所讲的疾病一样 都还没有根治的方法 好了 今天先简单的说到这边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 得到超级罕见疾病的人们祈祷吧 希望医学能够再进步的更快一些 然后也为这些得到罕见疾病的人 找到一条出路 其实墨镜哥之前也得过罕见疾病 熟悉墨镜哥的人都知道 这些墨镜哥已经开到 然后康复了 衷心的希望他们能够赶快的康复 好了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记得订阅墨镜哥 YouTube 按钮 打开铃铛 但是墨镜哥下一节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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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